如何高效的隐藏照片 怎么快速呼出 备忘录又有哪些隐藏的设置 嗨大家好 我是小茶 苹果系统上面的这个备忘录 是我用的最多 而且我觉得效率最高的 原生软件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个备忘录 有什么样的使用技巧 基础功能 那我们除了能打字之外 还可以通过这个扫描 就是在下面这个 去扫描文本 可以看到 它扫描出来的文本 还是非常非常精确的 基本上就是 所见即所得的这样的功能 还可以通过扫描文稿的方式 只需要它这个文稿 在它可识别的范围之内 它就可以形成一个 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文稿 当你拍完了 你觉得OK了 点击完成 再点击储存 它就会直接存到 这个备忘录里边了 那像有一些 比如像发票啊 像一些你平常 不太用的购买凭证 这些纸质的东西特别容易丢 对吧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给它 扫到这个里边来 这个是我们家 之前装修的这个报价 这一些都可以作为留底 去保存在你的这个备忘录里边 非常非常的好使 那在编辑文稿的这个过程中呢 你既可以通过长按 这样去选择光标的位置 同样你还可以按住下面的空格 不松手 这样的话也可以单独的去选择 你这个光标所在的位置 那如果你的备忘录特别多 你想快速的进行寻找 可以到这个搜索栏 它有几个已经给你列好的 这样的方式 比如说你想搜索一些包含清单的 这个备忘录 只要一点它就搜索出来了 还有呢就是在备忘录里边 如果你要是觉得它的附件都比较的大 你可以选择附件的试图 点击右上角 然后有一个附件试图 你可以全部设定为小尺寸或者大尺寸 比如我现在全部设置为小尺寸了 那我们也可以根据不同的 点击之后 可以根据不同的附件 去选择外国设置为大 这块可以去做一个排版 然后你可以快速的去用作 选择打印 然后再选择分享 它就会创建一个PDF 你就可以用作PDF发送了 备忘录的设置 我们可以来到设置这个界面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备忘录 首先其他的你可以先不用管 先看我的iPhone账户 把这个打开了之后呢 在你的整个的备忘录里边 所有的文件夹里边就会出现一个 我的iPhone的这个备忘录 那上面的这一些呢 全都是跟iCloud进行同步的 那下面这个呢 是单独保存在你的iPhone的手机里面的 所以如果您要是想说 我有一些是要同步到iCloud里边 那有一些是需要放到我手机里边的 您就可以把这个设置打开啊 我的iPhone账户 那除此之外呢 您还可以在试图这边去打开 横线与网格 您可以在下面的这几种方式里边 去进行选择 这个就特别像我们小时候的作业本嘛 那这会儿如果我们要是在新建一个备忘录 它就是一个传统的这种网格式的这样的备忘录 如果我们要是把这个 关上 这会儿我们在新建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完全空白的这样的备忘录了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技巧 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带核对清单的 如果我点击了之后 它现在是没有自动排序到下面的 是因为我在这里边开启了排序 以勾选项目 因为它这个默认是自动的嘛 所以如果你要是默认自动点击了啊 它就会直接给你排序到这个段落下面 对吧 它会给你自动往下去排序 但如果你要是把它这个改成了手动 它这样就不会再去做自动的排序了 比如我们看这个对吧 它就不会再去做自动的排序了 所以在这个里边呢 我个人会倾向于设置成手动 因为这样可以按照我当时排出来的各种列表 去单独的一个一个标记 那些完成了 那些没有完成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新的备忘录开头 这个设置里边 一般它默认的全都是标题 在新建备忘录的时候 这个是标题 然后你再按回车 才会变成正门 那有很多人我知道 起标题都会特别强迫照 他都会是选择回到这儿 这样再重新输入一遍 那这会儿如果你要是在新建备忘录开头 我们把它选择成正门 那么你再一次新建备忘录的时候 它就是以正门的形式出现的 而不是一个大标题 一个小标题 这样的话 我们每次集备忘录 心理压力就不会有那么的大 快速备忘录 比如说我现在正在打开一个程序 那从上往下一拉 看到我们在最下面的这个位置 有一个快速备忘录 它并不是把后台这个程序关掉 而是说直接在上面去给你覆盖一层 能够让你快速的去输入一些你当时的想法 完事之后你可以点击储存 你看到它整个的这个程序是没有退出的 这样设置它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可以来到设置里边 然后我们找到控制中心的这一个选项 在最下面这边 记住了 有一个是备忘录 有一个叫做快速备忘录 我们可以把这个快速备忘录添加上来 这是备忘录 这是快速备忘录的图表 如果你要是添加了备忘录 它就会直接跳转到一个新建的备忘录 如果你要是选择的是这个快速备忘录 它就会让你在现在操作的这个APP上面 再给你浮出来一层 这种操作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好使 分享备忘录 比如说我现在把这篇技巧 我现在想分享给其他人怎么办呢 可以点右上角 然后看到这块有一个发送副本 还有一个协作的方式 发送副本就是给对应的人去发一个副本 让他也能够看到 但是他的修改并不能和你的修改进行同步 但是你也可以选择这个协作 你再发给他的时候 就是一个协作的备忘录 这会儿我再收到了这个备忘录之后 它是一个协作技巧的备忘录 那我在这块我可以进行一些改动 你看在你这边就会反馈出来 并且它还有哪些东西是参与者进行更新的 哪些东西是你原来进行更新的 那像这会儿如果你要是跟朋友一起出去玩 做一些行程 你就可以邀请朋友来跟你去一起的去编辑 一起的去分享 锁定的备忘录 你像我会把一些常用的这个激活码 包括一些我爹妈的他们的 Apple ID的用户名密码 我全都放在这个备忘录里边 但是呢我又怕别人不小心看到了 对吧 那这会儿我就可以选择锁定这个备忘录 那如果你要想锁定备忘录呢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你可以点击右边的这个三个点 然后点击锁定 这样就锁定完成了 单独的去点击这个锁 它就已经给锁定住了 如果你要想再查看呢 它会通过人脸识别的方式 或让你输入密码的方式去查看这个备忘录 那像有些朋友呢 他就可以把这些私密的照片 你不想在iPhone的相册里边出现的 你可以直接拉进来 然后把那些照片删除 同时你去锁定你的备忘录 就OK了 那么再来说一下备忘录这个文件夹 大家其实已经可以看到啊 我这边建立了很多的这个文件夹 那你要想建立呢 也很简单 只要点左下角的这个 来去新建立的文件夹 那什么叫做制作智能文件夹呢 在这个里边 你可以选择各种的过滤条件 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带一个标签的 还有呢我们也可以选择 它包含了任何的附件都是OK的 这会儿我们点击完成 我们再看到智能文件夹 就是带东京旅行的 并且带证件的 我们也可以在右上角 点击这个三个点之后 我们来去编辑它的过滤条件 请大家一定记住啊 这两个是且的关系 并不是或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个 关掉 我们只选择它 这会儿再看 看到了吧 这里边就出现了 那一定是且的关系 就两个条件都满足 那你看我选择了一个带锁定内容的 过滤条件就是已锁定的 不论你的这些标录 在哪一个文件夹里边 它都会直接按智能的方式 去给你筛选到这样的一个文件夹里边 这个对于你平常去做归笼啊 去做一些整理 或者快速的去找到一些 你经常要访问的这个笔记 会特别特别的简单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多谢您的宝贵时间 我是小X 咱们下期见